1530年 马丁路德大约50岁了 多十来年 马丁路德就过世了 身体不好 工作压力大 行李在那个时候也过世了 所以在改革中 在改革运动当中 还有谁起来 来带领来继续这个运动呢 神的心意是 他要兴起一位年轻人 一位举足轻重的牧者 他要起来来继续带领教会 继续带领教会 回归到圣经的教导 继续的来成熟教会 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是个法国人 他生长在法国 他生长在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 他父亲本身是律师 他家里有五个兄弟 他排行老二 父亲在他的家乡是一个有名望的律师 在公正处做职员 常常经常跟政府官员打交道 所以既然父亲是律师 你可以想象了 他的父亲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去巴黎 然后他一样念书 念的是法律 所以这些人们你看到有同样的一个观念 历史同样的发生 父亲有一个心愿 孩子就需要什么来完成父亲的心愿 不过历史又让我们看到 往往父亲的心愿 因为不是孩子的心愿 使到孩子在接下的路 其实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父母亲所要的 所以现在有点可能我们在这里学一个简单的功课 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家人 认识我们的孩子们 来发掘他们的恩赐 神给他们的恩赐是要我们来鼓励他们 往这方面去发展 所以以其把我们的期望放在他们的身上 倒不如我们从历史学习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思想来观察 神你要怎么样的来使用这个孩子 如果今天这年头你和我们去诺阳那个地方 诺尔那个地方法国的那个小镇 那个就是约翰加尔文生长的那个小城市 所以这年头我们甚至可以去加尔文的博物馆 不过严格的来说那不是真正加尔文居住的地方 因为他的老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被摧毁了 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 差不多那个时段他们修复了他的家 所以他们重建了这样一个家 让我们这年头可以去参观 所以是诺阳那个地方 就在诺尔文就搬迁到巴黎在那里开始学习法律 学习文学 学习辩论 学习逻辑思想 他的父亲在1531年的时候就过世了 他父亲过世的那一年也是 此营玉里过世的那一年 当父亲过世了过后 这加尔文决定我不要做律师了 我要研究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叫做文学 文学 加尔文对文学非常非常感兴趣 在1536年的时候 这史营玉里已经过世五年了 马丁路德他是53岁的那一年 这加尔文就决定到瑞士去 叫巴塞瑞士去 在那里他想写作 他就在那个地方出版了一本 拉丁文的属灵书籍 到了今天可以算是其中一本 非常非常著名 丁丁有名的系统神学书籍 叫做基督教要义 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所以在这本书里头 他是写了一篇讲章 先写一篇讲章 给这教皇来辩护 辩护这抗罗中 告诉教皇说 我们抗罗中所认为的 这个道理是很红圣经的 所以你应当来接受我们 不过这本书里头不仅仅是这个教皇 里头有一封信是这个教皇 它的开头话 这本书基本上是解释 圣经的教义 护教的方式来劝 劝在当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要持守 持守这样的一个纯正的信仰 当时 家尔文才27岁 很厉害 因着他这本书籍 轰动了当时的 抗罗中的世界 大家对这个27岁的年轻小伙子 刮目相看 过后家尔文就想 我就不要留在这瑞士 他想去法国一个地方 叫做斯陶斯堡 斯陶斯堡 斯陶斯堡当时有个牧师 叫做马丁布瑟 可能定在很面上 马丁布瑟 对了 就是那位尝试调解 马丁路德和此玉礼之间 分歧的那位牧师 而家尔文听说 这位牧师他决定 去斯陶斯堡那个地方 来寻找着马丁布瑟 在那个地方他决定 他可以在那里 专心搞研究 写书籍 他不想做牧师 他只要想什么呢 安安静静地 来做他的工作 恰巧 这家尔文就选择绕道而行 他想说 我先绕到日内网 才去斯陶斯堡 所以绕道而行 他就在日内网那个地方 在那里碰到了谁 碰到了在日内网改教家 抗罗中的领袖 叫做法勒尔 法勒尔 所以法勒尔已经在那个时候 听说家尔文很厉害了 年轻有为 所以法勒尔就劝 家尔文说 你要留下来 留在日内网 来协助日内网改教的运动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法勒尔本身是一个相当好的讲员 他也是改革的先锋 他也是前辈 不过他看到一件事情 他没有的 他发现在家尔文身上 他有非常深厚的组织能力 他有非常高超的聪明和智慧 他有非常系统化的逻辑思想 这个是一个很好带领家尔的人才 所以法勒尔那个时候 才这样的苦口婆心的劝家尔文 留下来 留在日内网 开始的时候家尔文就委婉的拒绝 你知道吗 法勒尔说什么 法勒尔说 你若不帮助 上帝的咒子要领到你身上 这个吓死家尔文 他真的被吓坏了 他觉得神通过法勒尔来警告他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和我都知道 家尔文有留吗 确实 他留了 他留在日内网 这个时候 其实改革运动已经进行了20年了 各位姐妹们 所以严谨的来说 家尔文是第二代的改革家 第二代的改革家 不过在那个时候 坦白说 改革运动好像一盘散沙一样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 家尔文要做的事情就是 合一这盘散沙 合一重改革教会 怎么做呢 通过认识神的话语 认识神的话语 或许你和我会想 这样他在日内网的生活 应该是一帆风顺 其实不是 现在就这样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问题 我也曾经年轻过 年轻的时候 我的脾气是比较暴躁的 经验不足 耐心缺乏 这是年轻的我 其实 加尔文也是这样的 27岁的加尔文 他当时确实脾气比较暴躁 经验耐心都缺乏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和市政府的关系 相当的紧张 加尔文看待政府 和马丁路德不一样 马丁路德是一个 非常尊重政府的一个牧师 他看待这君王 好像教会的监督 他曾经说过 Princess are the bishops of the church 君王是教会的监督 但是 加尔文不是这么认为的 加尔文反而认为说 君王不应该干涉 教会的几率和行政 君王和教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多数的日内网居民 他们可以 你只要去教会 你只要承认是个基督徒 他们都愿意 不过在那个时候 他们的生命道德 其实是相当放纵放肆 所以很多时候 加尔文就因着这件事情而纠结 特别是什么呢 有钱有势 有头有脸的上流社会人士 他们更加的放肆 所以政府当然就包庇 这些有权有势的 上流社会的人士 对吗 所以他政府许可教会 管普通人 你要执行几律 你要管普通人 没关系 不过 你千万不要碰有钱人 你就要不要碰有头有脸的人 所以因为这样 加尔文和法勒尔 他们就拒绝 拒绝有一回 拒绝来阻力圣参 因为他们要整个世的人 日内瓦士的人都得警醒 所以我们的道德 我们的生命 不能和我们的信仰扯开 我们要悔改来投靠什么 所以在当时市政府非常讨厌 非常愤怒 加尔文和法勒尔就把他们逐出去 如果你是加尔文的话 现在就觉得你会有什么感受 加尔文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伤心 他反而很开心 他原本都没有想要留在那个地方 原本都没有 所以他其实什么呢 他想去的那个地方 是去马丁布什那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两年他们就留在 这马丁布什的那个地方 马丁布什听说他们被逐出去了 就邀请他们去四桃四宝去那个地方去住 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 史学家甚至这么说 那个时候是加尔文最开心的时候 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他在四桃四宝结婚了 有十年另外一段爱情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是先悲惨后快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四桃四宝那个地方 带领一对夫妇信主了 归正了 他们是从洗派的 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是错误的 不过他们最后归正了 愿意悔改 回到圣经里的教访 但是不久过后 这位弟兄就过世了 所以加尔文在后来就娶了他的太太 就是这位寡妇 他的名字叫做伊丹勒特 他们有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分音 神也借着伊丹勒特来操练加尔文的忍耐 他的脾气 他也慢慢的沉淀下来 伊丹勒特为加尔文生了一个孩子 不过夭折了 所以当夭折的时候 听主教就取笑这加尔文 他说你看加尔文被咒诅 连一个孩子都把那个孩子拿走 你知道加尔文为父是什么吗 加尔文为父是神大大赐福给我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恩 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 在四岛四堡那个地方他很开心结婚了 第二个理由是他在四岛四堡那个地方 他为法国人做他们的牧师 在当时法国拒绝抗罗宗 法国决定留在罗马天主教 所以很多康罗宗很多基督徒就离开法国 逃难到四岛四堡那个地方 所以在那个地方加尔文就成为了他们的牧者 关心他们牧养他们 讲道给他们听 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教会里头 在这个难民人的教会里头 成为什么呢 一个被尊重的一位牧师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初衷 他喜欢的事情就是研究 在四堡那个地方 这加尔文写了第一本注释书 commentary 第一本 哪一个圣经书见的注释书呢 罗马书的注释 罗马书的注释 就在那个时候呢 他开始慢慢地解释 把圣经的话语解释得清楚明白 猜一猜 谁劝他回去日内网 对了 那就是法勒尔 在法勒尔的苦劝之下 在1543年 这加尔文回到日内网 在那个时候 他只剩下了20年的生命 20年的生命 所以在那个时候 马丁路德已经到了晚年了 已经到了晚年 在1543年 马丁路德只剩下三年的岁数 多三年 马丁路德就被主接回天教 在接下来的20年 加尔文呢 要怎样的 来带领教会呢 这就是我们在下一堂课 要认识 加尔文在日内网的下班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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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